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喜歡短髮 短髮的我 我覺得 剪掉我以前的我 重新一個新的注印紙 因為以前的我 我是屬牛的 我很固執 然後之前我有說過一句 誰敢剪我的頭髮 我就殺了他 我是一層不變的以前的我 可是現在反而我喜歡去冒險 所以我想看到 越來越看到新的注印紙 這樣子我才會進步 欸 不過很難講喔 所以我就說 我的人其實 我自己都會給我自己驚喜 因為我覺得人生 人啦 無限的可能性 不要限定自己這樣子而已 這樣子大家才有驚喜嗎 鼓勾不動啊 有可能光頭也說不定啊 我覺得就是感感喔 我覺得可是要策略性啊 所以說 現在我會選著暗戀 之前的我我會選著明戀 因為暗戀其實我要再觀察一些東西啦 之前的我因為沒有這麼多 可能媒體上的一些 怎麼說一些注目吧 所以那時候可以隨性的去做一個決定 可是現在我覺得沒有欸 我覺得有時候人 當你上到一個某種的一個滋味上面 越來越複雜 甚至感情生活也是你的 一部分要分享給大眾朋友們的 所以我說我會先暗戀 然後我比較喜歡那種曖昧的感覺啦 然後你又不知道我是不是喜歡你 男生才會珍惜 如果明戀的話我覺得 男生不會珍惜 所以前面全部都是分手收場 哇 當初我會選擇愛情啦 現在友情 因為有可能我找不到愛情 因為我打了 有時啦 我打了最壞的預算啦 有可能我找不到那個人 因為 我的人不斷的要去看新的東西 其實我根本沒有時間啦 然後 太多責任扛在身上 所以要負責任喔 而且我覺得 過了那種小美美的那種 你知道客玩愛情那些 然後 甚至你現在讀了博士 或者你出去看了這麼多東西 你才會 當你研究越精越精越細 有時候你看到越可怕的東西 然後 有時候可怕是說 我未必可以做到 可能事業上很成功 有可能 我覺得感情上我是白癡 所以 打了最壞的打算啦 有時候 所以我想還是 注重友情先 欸我之前喜歡穿褲子 現在喜歡穿裙子 因為之前我下半身很胖 哈哈 沒有啦 因為我覺得我之前的問題就是 每個女生就是下半身嘛 因為這一次 台灣團隊說要錄下半身 你知道嗎 我餓了大概三個月 連跑步喔 每天喔 都跑兩個小時 所以 其實瘦了過後 你有自信去嘗試新的東西 所以比較喜歡穿裙子 而且 可能年紀大了啦 想扮可愛一點 哈哈 煩惱還童啊 哈囉 News Khaki的所有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Windy蘇盈之 好久不見 很高興這一次呢 重新出發 帶來我的全新同名增輯 蘇盈之同名增輯 那這一次呢 十首新的作品 為你們精心的製造 然後希望可以幫你們療傷 也希望把溫暖那一塊 唱出給大家聽 好久不見